我们华人遍布全世界 全世界许多角落都有人用中文在写作 我们跟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 在世界各地普及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些西方语文他们普及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殖民 而华文的普及是因为移民 这两个过程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当在三十多年前 大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到中华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台湾也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最近在十几二十年来 学习华语的风气 非常的可以说盛大 我们发现将来会有更多人学习华语 并且阅读华语的这个著作 文学它不只是用来迎风弄月 这位茶余半后的消遣 它是这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 尤其是它是最吸引的一种艺术 深刻的可以触及到人类灵魂的深处 这六十年来在台湾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可贵的 就是我们发展的一种 我把它叫做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它的根来自中华故土 但是在台湾却落地生根 知烦知烦夜貌 大家有饭吃啊 来 各位各位宾请看前面 来 各位各位宾请看前面 来 请看前面哦 请看前面 我认为这个不必强求统一 甚至像方言丰富了普通话一样 普通话是不断从方言里的吸收 吸收音哑 所以台湾话也可以创造新语会 这个英语 世界那么多英语国家 我们看电脑一打英语里头 有排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台湾要容纳了各地华人的作品 做人家都在这 所以台湾就已经是一个 应该讲就华文是一个国际的 已经是一个国际系统出版政绩